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中共十九大昨天落幕 习皇帝时代是不是来临了 因为习近平权力更集中 习加班全面掌权 习思想也写入党章 成为毛泽东 邓小平之后 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 由其集体领导几乎名存实亡 习近平是不是成为 一人独大的习皇帝 这在现代政治发展史上 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当整个国际社会 走向开放民主的时代 中国竟然是倒退成为一人集权 这在同样走向开放多元的 中国社会跟经济 会不会产生冲突呢 或掌握得更为严密 而台湾人关系的两岸关系 是否更加的强硬或更有弹性 而蔡总统期待的 两岸互动新模式 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呢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专家来分析 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董立文 董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 中共十九大昨天落幕 一中全会今天登场 总书记习近平 刚刚宣布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七人名单 新一代党内最高权力核心 正式揭晓 李克强同志 Comrade李克强 李战书同志 Comrade李战书 汪阳同志 Comrade汪阳 王沪宁同志 Comrade王沪宁 赵乐际同志 Comrade赵乐际 韩正同志 Comrade韩正 其中啊 李克强同志是18年人 俗称大内总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 年龄最轻 原掌管人事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将担任中纪委书记 担任智囊团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 国务院副总理汪阳 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通通是当选 人数一如上届维持七个人 而现年69岁的打虎大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则确定裸退 先前谣传有望成为第六代领导人的胡春华 同样是落马的 那么新一代的这个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习加班全面的接班 那习近平的思想也写入了党章 他的地位可以说避美毛泽东了 我们来看昨天中共十九大正式落幕的最新新闻 为期七天的中共十九大 二十四号闭幕 一共选出204名中央委员 133名中纪委委员 并且通过三下决议案 新一届政治局常务委员人选 也几乎尘埃落定 而从二十四号出炉的 204名中央委员名单看出 超过半数是新面孔 新人比例远高于上届 可见总书记习近平的习加班 全面上位 本届十九大最受关注的是 大会一致同意将习近平治国思想写入党章 中国历届领导人其实都有将自己治国理念 写入党章 不过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 和第四代的胡锦涛都没有冠上名字 习近平将自己名字写入党章 堪称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 显示习近平已经攀制权力巅峰 另外已经公布的133名中纪委委员 身兼习近平政治盟友和打虎大将的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确定裸退 外界相当讶异 接班的书记是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赵乐际 外媒猜测即将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总理李克强可能续任 而有明显接班背景的60后 也就是1960年后出身的人选 这次恐怕难以入选 借此让习近平能完全掌握五年后的指定接班人 或是自己延续领导的可能性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好 我们看到习皇帝时代是不是来临了 那继毛思想以及这个邓理论之后呢 习思想写入了党章 那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请教教授 这几个字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作为一个极权国家的领导人 你一定要掌握三个权利 一个是政策权 一个是人事权 一个就是思想的权利 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那过去毛泽东是这样子 邓小平是这样子 那现在习近平也在跟毛泽东邓小平学习 就是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思想的权利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大家会那么关注 就是所谓的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把它写进去 但其实中间还是有差距 不是习近平思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呢 在中共的理解里面呢 它是全方位的 它是全方位的 就是说所有的思想领域 它全部包括 所以有它的军事思想 有它的哲学思想 建国等等等等 革命的理论 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所谓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 其实是 只是一个治国的思想 那跟毛泽东是不能比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全方位的思想 你就直接讲习近平思想 中间塞了那么多字呢 其实就是表示说 习近平跟毛泽东还是有差距的 但无论怎么样 毕竟就把他的思想 也摆进了党章里面 所以说这是一个象征 而且是名字都进去 对 名字都进去 那代表的意义有何不同 这就是一个象征 就是说他向外界宣示 今天他牢牢地掌握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就是他说了算了 就对 他就是个意义 也象征了他的权力 代表到达了顶峰 所以习皇帝这个称呼是对的 是 那当这个习思想 全面的高举起来 那今天又选出了 政治局的常委名单 我们说这个习加班 是不是就为了他的权力 是不是无懈可击 那当然过去我们知道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集体领导 也请教教授 那是不是现在没有集体领导 变成一人独大的一个现象了 是的 从这个名单看起来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老的人没有留 新的人进不来 所谓老人没有留 就是王岐山走了 那我之前就讲过 就是王岐山不会留下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过去这五年 王岐山的权力太大了 而且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 资历比习近平还要老 大他五岁 政治上是习近平的老大哥 如果这次把王岐山留下来的话 那么王岐山的权力 会比以前更大 也向外界宣誓说 习近平其实他的治国 他控制中国共产党 他还需要王岐山 这表示什么意思 那就不是习皇帝 那就是俄皇帝 所以这个老人不能留 新人没进来 其实过去这十九大召开的 这一个礼拜 全世界的外国媒体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问习近平 你会不会安排接班人这一次 那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很简单 全世界都确信 你习近平已经变成习皇帝了 那现在大家关心的是 未来的问题 就是说你未来这五年任期结束以后呢 你还会不会再连任下去 所以问说你会不会安排接班人 其实是问你会不会再连任下去 答案揭晓 真的没有接班人 那这样子全世界 我看大家都会猜 习近平未来要学普丁 再继续连任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非常大的 所以习皇帝 现在就是习近平称孤道寡的时候 所以在中国的政治体制 就是说他的任期应该是在2022年 第二期结束 但是以他们的政治体制 是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今天这样的安排 看起来是有可能继续做下去的 因为你打破过去的惯例了 过去的惯例其实在逢单数的时候 十九大是单数的大会的时候 都要安排接班人 过去十年都是这样子 那现在你没有这样安排的话 那就表示你要继续干下去 所以当皇帝也是有可能继续 因为你的权力 如果的确掌握了非常的 这个牢靠的情况之下 继续做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习家班 全面进驻核心 204名的中共中央委员出炉了 那过半数是新面孔 比例是高于上级 我们看到这些人马呢 几乎都是习近平的习家班 包括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还有上海市长应勇 江苏省委书记李强 还有江西省长刘奇 以及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等人 那过去老一派 比如说胡锦涛团派的这些代表 是不是大多失事 我们请教教授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权力 是不是已经全面掌控 已经变成是一个一人集权的状态 我先解释一下 中共的权力的那个结构 金字塔的结构 让我们的观众比较有概念 中国共产党有九千万 将近九千万的党员 这九千万党员要选出 两千三百个党代表 所以这两千三百个党代表 地方上的小霸 就是地方上的小霸 两千三百个党代表 还要选两百零四个中央委员 所以中央委员一定是 副部级以上的干部 那这两百零四个 要选上面的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 这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 就是地方一霸 地方的大员 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权力大到什么地步 就举中组部部长的例子 中央组织部部长 英国的媒体是这样形容的 我就形容得很有趣 中组部部长把他放到美国的话 他可以干什么 简单的说 所有联邦政府的官员 是他任命 所有联邦政府的官员 加上所有的美国排名前五十大企业的CEO 以及美国排名前五十大的大学校长 全部都是他任命 那你说他权力大不到 这是政治局委员 对 只是个委员 权力已经大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 他还是有个结构上的弱点 因为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上来五年 他是所有的习派 习家军是这五年才仓促成立的 所以在整个他的政治结构里面 在中央委员的政治结构里面 他其实不到三分之一 我现在说的是习派的嫡系 所以你看这些嫡系 他有204个 那你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 政治局委员他好一点 大概刚好过半 可是倒过来说 有一半不是你的人 政治局常委刚才说 七个人 你的人是四个 习派就是四个 包括你习 那另外三个不是 所以说 我觉得 因为这个结构上还是有问题 所以未来五年 我相信习近平 他在政治上 他还要继续斗争 但这些人 即使不是他的人 会不会自动靠拢 有时候看政治的一个势头 这些人会不会 比如说带枪投靠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这个叫双面人 是最不能信任的 所以孙政才就是这样 孙政才口中称颂 习近平 习思想 习核心 但背地里干的是另外一套 所以未来中共的政治 就算带枪投靠 恐怕习近平都不是那么信任 是 所以这个习近平 虽然说全寝一时 但也许在实物的政治上 可能都还有变数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十九大闭幕 那其实大家所关心就是 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呢 那习近平重申 六个任何 蓝绿立委是很担心啦 未来他对台湾的态度 会更加的强硬 来看VCR 中共十九大闭幕 总书记习近平 权力可说达到巅峰 不只治国思想 冠名入党章 历史地位可比毛泽东 邓小平 其他班也全面进入党核心 而从对台的人事布局 和对台政策发言看来 外界预料习近平 反独促统会更强硬 习近平先生的领导地位 更加稳固 那未来对国际进京的议题 会更加强势 他们一向是两面手法 就是说软的部分更软 硬的部分更硬 但是这个其实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 我们都是不赞成 不支持的 陆委会主委 张晓月被寻时强调 习近平对台800字发言 过去都曾讲过 在预料之中 我国以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走回对抗老路 不在压力之下屈服因应 坚持自由民主 他也会越来越有自信 因为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之后 现在比较冷和 未来您认为会是往好的方向走 还是 我们持续就是说 释出我们的善意 我们希望早日来开启沟通对话 蓝绿立委都忧心 习近平集权达到高峰 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 更在接受专访时直白说出 现在只有中国有历史动能 可以推动世界向前走 美国川普执政强调美国优先 已经没有这个历史动能 无法领导世界 一个它的力量的增长 并不代表说美国的一个 就是说它的一个衰退 尤其是在整个的亚洲太平洋地区 我们也没看到 美国在亚洲地区有任何的退却 张晓月谨慎回应 敏感时机两岸议题 大大牵动台美中三方关系 明日新闻成林胡静顺 特别报道 好 对台政策 那习近平说的六个任何 那我方是回应六个决心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说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那我方的行政委长赖清德是回应 捍卫台湾主权 维护民主人权 壮大台湾深化两岸和平发展 维护国人的选择权 捍卫区域的和平安全 那大家是在担心 这所谓的反毒促统 中国的手法在反毒的部分 是不是更为强硬 在促统的部分 是不是会比较弹性 比较软化呢 我们来看到 中共的十九大两委名单 是没有看到 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那刚上任的国台办副主任 刘洁一是获选中央委员 名单上唯一的涉台部门官员 未来对台的反毒促统 会更为强硬 或是更为弹性 教授怎么看呢 中共的对台政策 从过去到现在 全部都是反毒促统 所以这一点是 他们做他们的事情 那以这次中共的十九大 政治报告来看 我倒看不出 有更强硬的地方 反而我看到的是 这个硬的没有更硬 软的有更软 第一点就是说 这次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 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 篇幅最长的 三万三千字 习近平念了三个半小时 这一次 十九大政治报告里面 对台政策部分 去掉港澳不算 对台政策部分 历史上最短的 六百二十八字 这什么意思 显然的在习近平的心目中 台湾议题 两岸关系的问题 并不在他的政治的 优先次序的前面就对了 所以你看他 自由大的政治报告 他最关系什么 他们自己的内政 他们的改革 他的中国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还是要强调 所谓的六个任何 是他们去讲他们的 就像我们的赖院长 我们讲我们的 各有立场 这个部分叫做各说各话 但是最重要是 讲给对方听的话 那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那边 出现了尊重台湾现有的 社会制度 跟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对 这个话在习近平过去 有讲过 2014年2月 那个联席会的时候讲过 可是我们蔡总统上来 从来没讲过 过去两年 国台办也没讲过 是 所以呢 有出现尊重台湾 你看到这四个字 我觉得就是好事 这就是好事 大家尽量寻找交集 但是会不会口会实不至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我们口会要先到 那个时 时的部分我们再来想办法 现在担心的是 十九大之前 大家担心什么 就是说什么 无统论 统一时间表 强硬速煞的语气 连口会都没有 所以这是个好的开始 口会先有了 所以说以后双方 慢慢来寻找交集 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 那蔡总统期待的这个 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有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发展 当然有啊 习近平不是告诉我们 新时代开始了吗 这就是个新时代 那当然两岸关系 也要有个新模式 我觉得这些都是 对接得起来的 至于那个国台办的人事 我就觉得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过去两年 真正的中共的 对台湾的强硬派 其实就是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 所以过去两年 张志军只要一谈到 他的对台政策 里面一定有一段话 是专门来责备 来批判民进党的 就是在骂民进党的嘛 那这个最强硬的人呢 很早 其实刘洁一 这个人事名单 三个月前 我们台湾的媒体就知道了 这是史无前例的 过去 过去20年来 我们台湾呢 对国台办主任 人选是谁 从来没有猜对过 那现在三个月前 就知道什么意思 习近平早就想把他换了 然后连那个名单 都泄露出来 那今天证实 这个人是对的 还真的是他 你想想看 张志军情何以堪 那这代表刘洁一 未来在担任国台办主任 是会半白脸 还是半黑脸呢 我觉得会相对张志军 他会柔和 他会柔和一点 但是人家的立场 人家一定会讲得很清楚 这我们也知道 从外交部门过来 中共的官场的惯例 就是这样 你换了位置 你就要换脑袋 所以说到了对台系统 他就会讲那些 对台政策的话 他的讲话 绝对会跟 他在联合国的讲话 不一样就对了 换了位置就要换脑袋 是 中共官场的惯例 OK 好 在面对中国 可能两面守法的 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政治 似乎走向了极权 那面对不断 多元开放的社会 那现在也传出 就是说 中国对于他们的 本身的企业 或国营企业的掌控 是不是更加的 这个严厉呢 包括这个要求 对党忠诚啦 那企业也要有一定的 这个股权跟董事席次 要给政府 那我想请教教教 就是说 这个发展似乎是逆向的 政治走向更极权 但是经济其实是 必须开放的 才有它一部分的创意存在 那会不会产生冲突呢 你刚好主持人 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应该说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 最大的痛角 最大的矛盾之处 其实我们知道 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 有所谓的国进民退 或是国退民进 就是国营企业 要掌控市场 民营企业退位 倒过来 国营企业要退位 民营企业去接管 一直陷在这个纠葛之中 其实中国的经济的改革 开放到现在 应该要国退民进 十八大就有这样讲 可是做不到 那现在为了强化 对企业的控制 因为国营企业 其实就是中共的高官 应该是说官二代 红二代 他们在掌控的 都属于各个三头 政治势力 过去这几年 他们就是往外跑就对了 因为习近平打贪腐 就要往外跑 所以习近平就要抓 他们抓得更紧 可是相同的 川普上台了 中美之间的第一次 经济会对话 其实美国政府就提出来了 就是说我们 我们两个贸易是不公平的 哪里不公平 最大的不公平 就是我 美国的市场是开放的 你的市场全部不开放 而且都是国营企业 在那边掌控 所以你要开放 那个习近平政府也答应了 你一方面答应 这个要开放 你一方面又要紧缩 我也不知道他们未来 该怎么办 对 所以经济发展呢 就是说对 以后经济发展的方向跟道路 的确是习近平的最大的挑战 对我们似乎在当中 其实看到很多矛盾点 特别是说你经济如果还要控制 特别是说最近我们也很关注 这个很多中资进入台湾 那用那种补贴的方式 其实是打击台湾的企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的企业 恐怕也会面临一种矛盾的情况 那些富豪是不是可能都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可能你要有这种随时落跑的准备 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是五年前就要有这个准备的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五年前就做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说 有些中资入台 其实不止中资入台的问题 是中资跑到全世界的问题 跑到全世界 过去就产生很多光怪入旗的现象 就是说习近平五年打胎 抓国企的时候 有抓到好多他们的大企业 简单的说到外面去投资 到澳洲去投资一个能源开采 结果那个邮警是空的 跑到了欧洲去买 买了很多欧洲的足球队 足球俱乐部 所以让习近平大怒就对了 就是说你这个根本就在洗钱 目的是把钱转到国外去绕了一圈 可能又绕进谁的账户里头了 所以三年前 习近平就已经在控制这些企业了 所以你看连中国的首富王健林 想要跑 跑不掉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台湾最熟悉的人 陈友好他也想跑 名义上是说配合一带一路 到什么菲律宾投资 根本就是要落跑 我看他现在也跑不掉了 来不及了 是的确 面对这样的发展 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是肯定习近平不提武统 那试图洗刷中国恐怖情人的罪名 看起来是有善意 但背后是高明的伪装 不可不查 来看VCR 前副总统吕秀莲上政论节目 唱谈对中国十九大的观察 巧妙比喻习近平对台政策 想洗刷过去中国无力统一的恐怖情人角色 但善意背后却是高明的卫装 习近平抛出国民待遇 能收服台湾的天南毒吗 反毒跟簇筒两手策略 我觉得最高明的 他就彻底要洗刷这个恐怖情人的这个阴影 如果他的国民待遇成功的话 这个做法成功 会制造新一代的台湾中国人 谈到习近平抛出国民待遇的软簇筒 可能制造新一批的台湾中国人认同 于秀莲直言要对中国有警觉 否则真的温水煮青蛙 对前民党主席许信良抛出蔡席会有谱 于秀莲不这么认为 蔡总统能不能跟许信良见面 关键就是要不要接受一个中国 一中九二 不要投降 节目出了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情势 也紧追赵峰岸 我们已经有104亿新台币挣花了 我们的钱 不是赵峰岸的钱 是我们的官股的钱 所以我认为说这件事情 我还是会继续去把它查下去 公开要求张召顺辞职 节目在对赵峰青董座张召顺说重话 重申没有官司问题 只有张召顺辞不辞职的问题 加上泰国分行 罪行被爆出有行员坚守自盗案件 胡中兴认为张召顺难辞其咎 民事新闻中文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前女傅说 软统议其实才是最厉害的 教授怎么看这种情况 当文攻武嚇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可以去抗拒 但如果中国说要给你一个 什么所谓的国民待遇 或说提升台湾人在中国的 进入之后的一些待遇等等 台湾人有没有能力去抗拒 或说去有危机意识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看 台湾跟中国已经相处60多年了 你不要说是政府或是政党 其实你到马路上去问 我们随便一个台湾人 对中共要不要有戒心 当然要 这是全台湾的共识 所以这点没有问题 那现在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说 毕竟人家在装笑脸的 伪装也好 装笑脸 这总是个好的开始 总比较说穷 穷凶 穷凶极恶的 穷凶极恶的 大家喊打喊杀 对不需要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来 我是觉得既然大家都是 脸是温和的 是笑脸的 我们就从这里走下去 你笑我也笑 对不对 所以两岸关系 就是说民共之间 其实是需要找到一点交集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所谓的 他们不叫国民待遇 一讲国民待遇 这是国与国的关系 老共是讲居民待遇 我觉得也不需要 他们连这个也都要很闪动 人家都很计较的 但是我觉得不必太担心 就是说居民待遇 简单的说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人民 到中国大陆去 可以享受跟他们大陆人 一样的待遇 最高层就是拿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那这一点就是 我会相信我们台湾人民 心里面有一把尺 那张身份证 你真的要那张身份证吗 要那张身份证 你就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对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真的要在那种 社会里面生活吗 看看人家开十九大 是怎么开的 能封的 全部都封了 对 你真的要过那种生活吗 真正在面临中国那样的 震惊环境 恐怕你都后悔 都来不及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 两岸之间能够 和华的发展 其实两岸人民生活 能够过得好 能够提升 才是两岸人民之福 不管政治如何发展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 做详细的分析 谢谢教授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再来关心周刊爆料 国内最大的 回转寿司集团 定18 以及百八渔厂等 五家连锁餐厅 这生育片都查出 大肠赶郡超标 详情 马上回来 东北季风南下 台中港掀起了九级风浪 一艘中国级货轮 飞云和号 在停泊码头的时候 不慎失控 船头撞上 另一艘香港级货轮 两艘船都受损 而无独有偶 在34号码头内 一名货柜车的司机 被强风挤甩的货柜尾门 夹个正着 造成脸部骨折 胸部挫伤 货柜司机爬上后车斗 下一秒大难临头 碰好大一声 半山货柜门 270度往内挤甩 夹住肉身后弹开 司机直接倒地 痛到瘫软不起 货柜夹人 画面全都录 地点在台中港 34号码头内 这台货柜车 门半开 事发前毫无动静 偏偏四季靠近 上半身才刚探到货柜里 门仿佛遭用力一甩 把它夹个正着 目击者直呼太离奇 但照货元凶 很可能就是强烈的 东北季风 24号事发当时的台中港 最强风力高达九级 这名货柜车司机 疑似开门后 没有做好安全固定 风一线 门急甩 左拳骨骨折 右胸被夹 无望之灾 九级风浪 不止甩门夹伤人 至少中国籍 非云河货轮 船手明显凹陷 24号凌晨 它满载货柜 准备停靠台中港 10号码头 突然失控 撞上另一艘 香港籍的 根特舒尔特货轮 货柜船 它的货柜 就会堆得蛮高的 风一吹的话 风吹哪边船 就往哪边爬 两船碰撞 无人受伤 仅船身轻微受损 不影响航行 台中港一天 两亿外 都跟强风脱不了关系 明日新闻 交注意受伤 台中报导 国防部长冯士宽 今天又出包了 立委问他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一度回答 行线纪念日 针对两岸军力失魂的问题 冯士宽说 向美国购买F35 是选项之一 但是庆富公司 承包的烈雷剑案 牵扯抄待 闭案越演越烈 军方已经下达了通牒 明年一月 新达港厂房 没有完工 就达到解约的标准 那等部长 等部长一下 拖到十点 才到立法院 国防委员会背询 国防部长冯士宽 一到场 就被拦进立委 讲几成口问 你知道今天 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是台湾光复节 我们行线纪念日 部长 明通 明通 还有古龄头战役 的胜利纪念日 你有幕僚给你打pass 好像打得不是很专业 是我马上滑去 把他车换掉 幕僚帮忙打pass 洪世欢开玩笑了说 要换掉 化解一时的尴尬 只需的这一天 刚好是古龄头战役 满了68年的日子 即使到现在 中国依旧是台湾 最大的军事威胁 我们的唯一假想敌 就是大陆 战员的地略上 最感受到的这些威胁 好像比较重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当一个主要的假想 如果我们把它设为是主要假想 军力失衡状态如何 这个失衡 我们自己心里也明白 所以F-35是其中之一 我们讲是选项之一 在两岸军事严重失衡下 国防部说 会持续向美国提出购买F-35战机的需求 但是前国建国造 遭遇乱流 幸福公司的超代弊案 也拖累累累建案 立委关心这船 到底还照不照得下去 对意大利来讲 也许它没有问题 是 那台湾新达港 这个船厂要完工 它的目的在干什么 做战斗系统的组装跟测试 现在叫做10月底 如果它在明年1月 它新达港没有完工 我们就达到解约标准 国防部定下最后期限 要庆赴2018年1月 要盖完新达港厂房 否则就达到解约标准 只是现在都还没有动工 这烫手山域要怎么解决 国防部备受考验 原因新闻李志华 颜文谦台北报道 改善污染 全台各县市陆续推动 垃圾焚化之后的抵渣 再利用 但新美市议员发现 鹰哥竟然有焚化后的 恶臭抵渣 随意放在农田旁边 恐怕会造成重金属的污染 议员炮声隆隆 要求新美市长朱立伦 要正式抵渣处理的问题 售出现场会看照 一包包飘向恶臭 还严重肾血的抵渣 被堆放在新北市鹰哥 某处农田旁 民党新北市议员质疑 这就是环保局 所谓处理过 可再利用的垃圾焚化物吗 市政总直询 绿运议员们炮声隆隆 为了防堵可能含重金属的 垃圾焚化物污染环境 新北市每年花近一亿 委托润龙建设公司 处理抵渣 但实地会刊后 有图有真相 不仅境内鹰哥农田旁 有堆积成山的抵渣 欠缺管理 新店也发现有抵渣 被违法烂倒的情况 他没有管理好 就等于你没有管理好 我觉得你自己要跟自己比 因为你是总统级的市长 相较于台中市 推动抵渣再利用 由市府统一公料控管 台南自建处理厂 新北市不但毫无相关法规 抵渣的来源 去处资讯也没公开 美国党团议员 呼吁市府停止委外发包 由市府自建设施 上网公布处理抵渣情形 好让市民少一分 对污染的担心 明星文综合报道 国外常发生的 里斯特郡大规模疫情 2011年在美国造成33人死亡 上周又爆发了 里斯特郡的污染 包回蔬菜产品 由于致死率高达 预告从明年元旦起 将它列为第四类的 法定传染病 传染的源头 最近欧洲美国也都有 在过去几年出现过 大规模的里斯特郡食物中毒的案件 那所以我们国内因为也蛮多民众有吃生鱼片 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即食肉品 比如说烟熏的腌制的 或者是说包装的这个牛肉或这个鸭肉等等 这些鸭嗓这类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存在可能有染菌的一个风险 国外就多次传出 吃了哈密瓜 香肠 引发大规模感染 台湾每年也有50到100人 感染里斯特郡 轻微的话只是拉肚子 但严重的话 可能引发脑木炎 败血症 孕妇尤其要当心 可能经由开盘产道 垂直传染给新生儿 李斯特郡感染之后是致死率可以高达两到三成 特别在孕妇可能导致流产甚至死亡 新生儿如果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脑木炎 那另外就是在年纪较长的老人 或者是说免疫力比较差的 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全身性的败血症 李斯特郡的致死率明列前茅 卫福部决定将它列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染病72小时内就要通报 最快明年元代上路 由于李斯特郡在73度以上才能被杀死 食物最好仔细听袭 煮熟了再吃 以测安全 李斯文江美夫记者看不到 所以生食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是海鲜 知名的海鲜连锁餐厅就经传生菌树超标 周刊爆料 国内最大的连锁的回转寿司集团定石巴 跟八板动物 竹地鲜鱼 还有瞒着爹以及百八鱼长等 海鲜动物饭的生鱼片被查出 有大肠杆菌超标 而且验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中定石巴两样都中奖 新鲜好吃的海鲜丼饭 满满的生鱼片 超大干贝和虾子 看得令人口水直流 台湾人爱吃海鲜出名 相关日式丼饭餐厅 一间接着一间开 但现在周刊爆料 由五大连锁餐厅 生菌树超标 多大标题写着 五家连锁店家全沦陷 海鲜丼饭戏剧满碗 周刊表示 他们拿着店家的招牌海鲜丼饭 包含定石巴 八板动物 竹地鲜鱼 满着爹和百八鱼场 送往SGS检验 发现定石巴 康宁店的豪华海景洞 百八鱼场西湖店的 玉品三色洞 满着爹内湖店的 大碗生鱼洞 大肠杆菌超标 而八板动物 ATT釜放店的 超值海鲜丼 定石巴豪华海景洞 竹地鲜鱼 极品三色洞 则被检验出 有金黄色葡萄酒菌 像这一类的细菌 通常 其实在人身上 本来就有 但是如果在食物 遭受污染之后 人吃下去 常常就会有 上吐下泻 耳心 然后有可能会发烧 医师提醒 吃到不新鲜的海鲜 除了要多喝水 帮助代谢 也要立刻就医 避免症状加剧 而台北市卫生局货报 立刻派人击查 全面检验 如果确定 生菌数超标 将通知限期改正 否则将储最高 三百万罚款 生菜啊 跟其他的生鱼片 有没有交叉污染情形 出工手部 有没有卫生的缺失 或者是手部 有没有伤口 再来就是他个人的卫生 有没有符合标准 看看被点名的五大店家 定石巴全台六十间店 居然被检验出 两项数据不合格 百八鱼厂二十六间店 八板动屋 十间店等等 数量都不少 但针对细菌超标 各家餐饮业者 都没有正面回应 甚至有部分业者质疑 周刊的送检结果 到底谁是谁非 恐怕得等官方 检验数据出炉 才有真相 明星文陈主 秋军副台北报道 想捕捉野生的国外网红妈 这几天在台北有机会 台北市府邀请 十三位世界网红 来台北体验 第一站是到 手做的小笼包店 那网红们手忙脚乱 画面是逗趣 立刻透过助理拍下影片 跟广大的粉丝分享 日本大胃王美女 沐夏又香 自豪推荐 自己做的小笼包最好吃 擀面皮折小笼包 十三位世界网红来台 第一站就先体验小笼包 捏十八折 戴着卫生帽和口罩 哪怕手忙脚乱 都说体验超新鲜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小笼包 所以特别有趣 挑战也很大 因为那个师傅动作 很快很快的 然后我们就 奔手奔脚的在那边坐 其实这些网红 一下飞机就破不尽 起来打卡第一时间分享台湾 甚至还拍影片 其实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平时拍得太多吃的视频 就是太喜欢吃 吃到连台湾政府都请我去宣传 我真的觉得太夸张 北师傅推荐光 就会邀请国内外 十三位网红体验世界美食 其中人气最高的 就是日本的美女大胃王 沐夏又香 光是YouTube 点阅的人数就超过三百万 还有在台湾的网红黑素斯 先前世大运就曾经来台湾的 美国选手Summary胸牙利的网红 都硬要来台 中人气突破千万粉丝 台北的夜市在上海也很有名 很多人觉得就是上海的 台湾的面条啊什么的 都很有名 所以我也打算去那个 市里也是拍一下 给我的粉丝看一下 五天四夜深度体验台北的美好 不止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网红 也只有他们把台湾美食 风光行销到春世界 美食宣传媒许多人公众艺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台湾美食很厉害 其中面包好手在传捷报 在法国南特举办的 2017世界面包大赛 经过八个小时的激烈竞争 来自高雄的台湾代表队 在18国参赛选手中 勇夺整体冠军 是继2015年之后连续夺冠 同时还拿到有机面包奖第一名 以及最佳助手奖 颁奖典礼上台湾团队兴奋欢呼 拿出国旗会晤 一听到冠军是台湾 全掌都跳起来兴奋欢呼 得奖主厨立刻带着国旗上台领奖 正在直播的另一半兴奋的冲上台 猛亲冠军老公 心情嗨得不得了 今年在法国举办的世界面包大赛 台湾从18个国家中 勇夺整体冠军 还同时拿下有机面包第一名 和最佳助手奖 更巧的是 24号这天就是冠军主厨的生日 台湾代表队场中央集体庆生 又是寿星又是冠军的主厨 是来自高雄知名面包店的师傅 陈耀逊带着助手周小景 历经八小时激烈竞赛 运用台湾食材作为主轴 包括原住民的马告 和凤梨 芝麻 荔枝等凸显风味 就连造型上也不忘宣扬台湾文化 主题是以祥师宣瑞作为主轴 在我成长的家乡 台湾彰化入港 那是一个庙宇文化非常浓厚的小镇 每当我在制作这座艺术面包的时候 那也会想起小时候外婆 都会带我去看武师的热闹的活动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兴奋 然后他的父母亲也都到了法国当地 去看他们 可以得奖 我觉得代表他们是 真心的喜欢从事做面包 今年36岁的面包师傅陈耀逊 做面包经历长达18年 去年拿下台湾第一 今年代表台湾出征也成功拿下世界第一 靠着台湾特色面包 获得评审青睐 又一位台湾之光 全国上下为他祝贺 民視区阿布斯 陈凯茂高雄市报道 台湾人艾索西 不过消保处抽查全台10个索西业者 发现两家业者教练指导员人数太少 也没有相关证照 而且全台溯西教练 官方只发出两张执照 详情马上回来 新北市新店一名狗主人 不满邻居日前在停车的时候 差点撞到他的爱狗 竟然偷偷跑去刺人家的轮胎 第一次被害人不以为意 没想到事隔一个月 又跑去刺另外一边的轮胎 走在巷子里面 男子东张希望动作鬼鬼祟祟 趁着四下无人跑到一辆轿车旁蹲下来 没多久装没事起身 离开现场 还带着他家的狗 地上留下好几根铁钉车子轮胎已经消气 车主看到这一幕心好痛 事发在新北市新店 六月初的时候 一名养狗的料姓男子 不满邻居停车时 插得压到他的狗 因此爆发口角 当月10号偷偷去刺对方右后轮 当下邻居还以为不慎碾到 事隔一个月 左前轮又被刺破 报警一看 果然是爱狗的料姓男子所为 可能这个男子 对基于他跟狗的感情 这个不一定 看到他的狗差点被撞到 可能这个当下 他自己心里面 也会很生气 所以才会导致 事后警方也将动手的料姓男子 以毁损罪嫌罚办 只是护狗心切帮爱狗报仇出气 恐怕邻居之间也因此撕破脸 明星新闻 詹树 裴佳 新美食报导 缩系活动相当受欢迎 不过消保处抽查全台 10个缩系业者 发现两家业者呢 教练指导员人数太少 也没有相关的证兆 民众安全受到威胁 就算业者提出证兆 却不是官方的认证呢 目前全台缩系教练 官方只发出两张指兆 教练正在一个个检查学员的安全设备 另外一个带队人员在旁边帮忙拍照 不过看看两个带队人员 却要照顾十多名学员 明显超过负荷 因为素西活动注意事项中规定的 一名教练或指导人员 只能配置五名参与者 因此消保处击查全台10家素西业者 其中在新北市老梅西的两家业者 不仅教练指导员的配置不足 甚至还拿不出相关的证兆 其中一个由赖先生经营的 还有药品过期的问题 不止相关人员不足 没有相关证兆之外 这回也发现素西教练和指导员的证兆 也相当多样化 其中三家有素西教练和指导员资格 另外三家有水域或其他救生资格证兆 多数是民间相关机构合发 实际从中央政府取得素西执照的 在全台只有两个人 不过因为没有法令规范 政府机关只能辅导改善 不能开罚 我们发现有些他们是拿素西教练证 有些是拿一般游泳池教练证 那另外有一些是拿 那个登山搜救员的这方面的证照 证照这么多样化的情况下 我们是认为这个应该要有一些规范 目前现阶段的一个证照 中央检定的部分 这个是不够的 那我们是希望利用这次的一个机会 希望说让这个 有意愿能够参加这个检定的人数 可以来增加 体育署表示会在召集相关的专家学者 进行法规改善 但近年来素西成为民众 最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 如果不能尽速改善安全认证 这些素西活动的民众 真的像是在进行玩命游戏 民事新闻研绿 陈欣燕台北报道 热门景点游客多 垃圾也多 屏东离岛小琉球就饱受垃圾之苦 未来在观光条例修法之后 渴望透过征收观光保育费 在特定景点收取100到120元的费用 用来做好潮间带的管理 不过使用者付费的做法 有旅游业者担心 恐怕会影响游客到访的意愿 小琉球惊人的观光人潮 除了假日人潮多之外 平常观光客也很多 针对小琉球景点以后 可能要透过使用者付费的方法 另外收费来听听游客的观感 要看多少钱吧 一个大概100到120块 4个人就5600了 还好 还好 还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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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阿嬷说太贵了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旅游的心情 习惯就不会了 今年7月网友在大雨过后 就在小琉球的海域拍到海底 满是包特瓶的垃圾 除了海底垃圾之外 还有地面的垃圾 当时船运到台湾本岛的时候 从沿浦渔港上岸 还引发垃圾大战 以后如果修法的话 可能会在余晨围等五个 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要收保育费 有民众认为 如果真的收费的话 就必须用在该用的地方 太贵的话就会有反弹 很多的东西就是 怎么样去 一个合理性是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使用者付费 也是很合理的 不会啊 它如果可以维持 一样这么美的话 我觉得没差 会就会在100元到200元之间 最重要的一个立法精神 就是专款专用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收取的保育费 一定是用在当地的一个生态 保育的一个环境 大鹏湾管理处强调 细节还会再跟屏东县政府协议 主要是唤起国人的保育观念 别让小榴球被垃圾给淹没了 民事新闻 红明生屏东报道 中共十九大昨天落幕 一中全会今天登场 总书记习近平中午宣布 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 习加班全面进入核心 持续锁定民事新闻的报道 我是徐龙江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